不是大局买不起 只是坦克更有性价比 你基本上不会听到那个水滴声 就那种哔哔哔哔哔的声音 所以这辆车的歌音表现 真的是还蛮让人惊讶一下的啦 那么讲到这个坦克 300 的时候哦 我相信很多人会讲啦 就是 250 千 去买一辆中国车划不划算 那么实际上这辆车从它发布到现在呢 原厂已经交车交了 300 多辆 那么他们今年到年尾的 Target 是 500 辆 那么这个数量有很多吗 其实已经超出原厂的预期了 那么实际上呢 在之前呢 我跟一批坦克车组去到中国参加一个 Off-Road 的聚会 那个叫做 Alasan 英雄会啦 就真的是在沙漠里面 Off-Road 在那个 Event 里面呢 大部分人开的车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各种型号的坦克 有坦克 300 坦克 400 坦克 500 坦克 700 那么呢 在这个旅程中呢 我就有问一些马来西亚的坦克车组啦 250 千 为什么你去买坦克 然后其实我得到的答案会让我有一点点惊讶啦 首先答案有两种 一种呢 是买坦克来玩 因为如果熟悉坦克的朋友都知道 坦克其实在中国是有很多很多的改装套件啦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 另外一批的坦克车组 他们买这辆车是买来出用 你没有听错 是出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讲这辆车的价格跟 Fortuna 差不多 我想了 好像也是 那么呢 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就会根据这些车组跟我分享的经验呢 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辆这个 长城汽车的坦克300 因为之前 Off-Road 我们也驾了很多次喔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On-Road 这辆车的感觉会怎么样 那么我刚才有讲到呢 马来西亚买坦克的车组有两派 一个是改装 一个是使用型 那么改装派呢 其实也有很多两例子好了 如果这一期的影片反映好的话 那么我就会去跟这些车组借一下这个改装版的坦克出来拍给大家看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 support 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就讲到第二派 就是出用 因为呢 有一些原主呢 他们有跟我讲啦 就是 其实他们在买这辆车的时候是真的有考虑 Fortuna 结果我听到我是真的有点震撼一下 因为我的印象来讲 Fortuna 平常就是一辆比较出用的车子啦 那么对他们来讲 这个代替 Fortuna 其实是很好的 第一点 因为 Fortuna 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车款啦 Fortuna 是2015年launching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10年了 然后接下来一点就是 Fortuna 现在的价钱其实也不便宜 如果你是买到2.8D 车的话 其实也是要20多万 那么加上这个柴油涨价的关系呢 他们认为呢 这个汽油版本的车款呢 可能会让他们的营运成本更低 所以因此呢 他们就买坦克来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这个坦克300 是不是真的可以出用 我们的Channel 平时有很多中国的网友会来留言啦 所以我这些问题我就交给中国的网友回答你啦 不过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 其实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除了那些比较著名的旅游城镇之外 我又去到偏远一点的地区 就好像这一次我去这个内蒙古阿拉山沙漠这样子啦 其实它不叫阿拉山沙漠 它是腾格里沙漠 那一边 大部分的人真的是开坦克的 不管是300 400 500 还是700 真的很多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真的需要一辆wall horse去工作 去可以出用的车子 而这辆车呢 采用的就是真材实料的ladder frame 就是这个非存在式的车身 那么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什么是ladder frame 因为我们每次讲ladder frame嘛 ladder frame呢 其实是一个紧致形的结构 它所有的车身呢 这个细节呢 都是建构在这个紧致形的平台上面 例如讲呢 紧致形的最前面就是放这个引擎 中间就是这个传动轴 然后它的座椅等等 都是放在这个紧致的上面 而这样子的结构呢 在你off loose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激烈的驾驶情况下呢 因为这个紧致形的结构呢 够坚固 所以它可以承受很多的撞击 或者是很多的扭曲 因此呢 这种车就是拿来处用的 那么我讲一个用ladder frame design的车子 大家应该就会明白了 就是Hilux 没有错 这两车的底盘结构跟Hilux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拿它来off loose的原因 虽然讲这辆车 它可以出用 但是不代表它日常使用不舒服 因为这一次GWM 给到我们的试驾车呢 其实它配来又是这个Michelin的Primacy轮胎 轮胎只算是265 60 R18 其实 这样车我开了几天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查看它的轮胎品牌 跟这个轮胎的size 所以 当我刚才看到这个轮胎过后 我有点surprise 因为这辆车基本上我没有拿去off loose的 我就是在日常市区驾驶罢了 然后它是真的很舒服 因为这个轮胎就是一个舒服轮胎了 然后安静也是真的安静 它的隔音表现有出乎我的想象 它不像一般我们想象中的那种off loose的车 这个轮胎的滚动声音很大 然后这个车跟底盘的隔音其实也蛮到位的 我相信主要就是因为它用这个日常胎的关系 如果你换去off loose 胎就是花纹比较粗的话 我相信隔音表现也会稍微差一点点啊 但是叻 如果是讲你今天买这辆车 你是为了眼为了一个高视野的话 你用日常的胎就OK的 这个小书包是很多off loose 车一定要有的啦 这个基本就是off loose 车款要有的这一个象征 然后呢 我要讲一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车体刚性的部分 其实off loose 的车款呢 很注重车体刚性 因为你的车在那种石头路啊 或者在沙漠走的时候一直上下上下 这个车身的刚性不是太足够的话哦 很容易会造成车身扭矩 可能你要下车门都开不了 那么给大家听一个声音 这个是这个坦克300后门关门的声音 我的麦在这边啊 一个很solid的声音 就代表着这辆车的这个车体刚性是OK的 那么这辆车其实也是有一些实用性的地方 就像这个车尾 这个车尾其实蛮大一下的 就讲今天你真的是驾驾车 要去一个旅行的话 你的行李箱要放里面什么都OK 只是开口会有一点点高 然后它跟Fortuner相比 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没有骑人座啦 但是我也不懂丢到 个人会拿Fortuner的骑人座来使用 如果你是Fortuner的车主的话 影片的下面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一打开引擎盖哦 你们自己看一下就知道 这辆车是保金风霜 那个engine是肮脏到一个程度 可是侧面也印证了 这辆车是真的耐操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坦克300呢 用的是2.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17 HP 峰值扭力表现380Nm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我们网上的文章讲到 新一代的Hilax很有可能采用2.0汽油 Turbo engine过后 就有很多人来骂我 难道你不知道这种越野的车 最重要的是它的扭力咩 其实你没有试过汽油的 这种Offroad或者是Picca Truck齁 也是不懂的 其实汽油车只要有Turbo在加持的话 它的扭力表现也是不差的 这辆车的扭力表现380Nm 然后它开起来跟我之前驾的Fortuner 2.7的时候 其实差天隔地 然后甚至是跟这个柴油版本相比 我觉得如果是在低速起步的时候 这辆车的这个动力表现跟Response 其实都会比这个柴油车更好 不过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柴油车的fancy 或者是你是东马的朋友 你觉得这种车还是要柴油比较好的话 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GWM目前在评估啦 就是明年他们可能会在本地引进这个2.4柴油的版本 所以到时候你就有汽油跟柴油可以选择了 就不会打架了啦 然后呢它匹配的变速箱呢 是一个中置引擎的八速制排变速箱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来自ZF 有些是跟BMW一样的 所以这个变速箱的反应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反应够快 只是有时候完全禁止在起步的情况下 这个换挡推挡的速度会有一点点慢 然后接下来一点就是大家都会讲坦克300油老虎 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 其实是真的坦克300的油耗不低 可是讲真的哦 你去看一下其他的这个 Leader Frame 的这个SUV 或者是Picca Truck用汽油的 有哪一辆油耗不高的 那么这辆车给他们摧残到这样 尤其是它的Engine 的部分 但是它的Engine 哦 出乎预料的 比我想象中还要细腻 不信的话我赛Engine给你们听一下 很细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Engine 是让我有点惊讶的地方啦 所以我还是必须称赞下这种认真做车的中国企业 他们在这一部分是真的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尤其是它的冷气出风口 跟它的氛围灯设计的部分哦 真的很有大局feel 可是其实这个坦克300呢 你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风格啦 那我觉得它最聪明的点就是在哦 它的这个出屏主机 跟这个数位化仪表 它是藏在里面的 所以呢它会减少那个反光 所以我这几天开车的时候 反光是有不过不会到太明显 也不会到我看不清楚这一个萤幕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主要的部分 这个主要的部分呢 我觉得有记得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它有这个越野必备的三把锁设计 就是这边你可以锁止后轮 你可以锁止前轮 还有其他的这个越野功能 包括了这个驾驶摩地切换 有沙地模式 泥地模式 跟越野模式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为了越野而准备的 我相信你在可能讲马来西亚人啊 大概不会去时常去越野什么 其实也是对的 因为像我刚才讲到有两派这组 一派是买来出用 一派是买来改装 那么改装的部分哦 其实这辆车开起来是蛮smooth的 这个也是有超乎我想象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有开过这个Everest 有开过这个MUX 然后有开过Fortuner 这些车子基本上都跟这辆一样 都是基于这个Leader Friend 车子打造的SUV啦 那些车子电波的部分会比较严重 然后Suspension也会比较跳 可是这辆车在一般的日常驾驶的时候呢 它的Suspension就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设定 就是你过这个黄卷束带啊 你过这个Bump啊 它都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摇晃或者是弹跳 这一点控制的不错 然后除此之外 这辆车在质感的部分我觉得就是 对得起这个价格啦 它没有讲到特别豪华或者是特别fancy 但是在这个25万的价位左右 我觉得它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点哦 就是在于这个steering Button 够大够清晰够方便 但是也是有几点要吐槽啦 第一点就是这辆车的CarPlay 依然还是要使用这个Cable连接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啦 还有一点就是 每一次这辆车当你重新启动的时候 它的Land Keeping Assist 都会自动的开回 也就是讲每一次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Land Keeping Assist 的话 每一次你开车的时候你都会把它关掉 不过我们也有温原厂啦 就是讲它在之后的这个OTA升级的时候 它会有更新这个东西 就让它Default是关掉的 所以大家就忍一忍等这个OTA更新啦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有什么地方我要讲的 OK啦 就是它的这个Level 2的搬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那么剩下的东西呢 我要称赞的就是 这辆车它没有忘记它的这个使命 它的使命就是一个工具 所以它没有给你很多太多高科技的东西 很多的东西都保留实体按键给你 就好像这个前后搭进的这个储物功能 然后这个Double Sign 呢 也是实体的按键 然后冷气通风仪的功能 其实不是通风仪啊 就是那个加热的功能 也是这一个实体按键 甚至连冷气的风量跟温度 它都还是实体按键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很喜欢它的地方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我开车开到一半 我的手还要伸去荧幕上它下 但是咧很抱歉的就是 它的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你还是要通过这个荧幕去进行一个控制 所以这一点是稍微有不足的地方啦 然后咧这一辆车 我不知道对于这个 腰骨不大好的老人家或者小朋友 有没有好处啦 就是吼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是有一点高 所以你上下车会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还有这个扶手给你 所以你扶手稍微借力一下 你就可以上车了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的车的高度呢 对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有没有好处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这个后座哦 它旁边也是有个扶手 方便你上下车 还有一点就是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这个冷气出风口的风量是有一点点小啦 我觉得帮助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点我不需要称赞的就是 这种Leader Frame 的车身哦 它的一切骨架结构都会藏在这个平台的下面 因此就算它有一个传动轴都好哦 中间骨架面积是很小的 所以后面要塞三个大人 坐下去应该都还OK 不会到很不舒服啦 但是中间尽量坐矮一点点的朋友啦 然后旁边的话 这个椅子的发泡棉是软的 超软 它是很符合你整个背部的线条的 所以坐下去有一种包覆感 舒适度的话OK的 但是我担心的就是后面的悬吊 会让这辆车比较跳一点点 而且还有后面它是没有这个 银丝隔板的 所以可能会造成后面的轮胎噪音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啦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我觉得没有太多可以去投诉的地方 毕竟脚步空间OK 舒适度OK 然后它的轴距2750mm 已经是超过C segment的level了 可以给到这样的空间表现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剔啦 所以适不适合你自己 你就去做做Card 你就会知道了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试驾 在这个坦克300啦 首先给大家试下它的隔音表现 大家从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到 现在外面是下着漂泊大雨 可是你仔细去听那个雨声 我上面天窗是开着的啊 你听它的雨声 你基本上不会听到那个水滴声 就那种哔哔哔哔的声音 所以这辆车的隔音表现 真的是还蛮让人惊讶一下的啦 我没有想到这种 以越野为主的车 它们也会去Care这个隔音的表现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一些驾驶感受的部分 这辆车的视野真的是很宽广 坐上去的话 它基本上它的视野高度 跟Alpha Up Wave Fire 一样高 我觉得甚至高过Alpha Up Wave Fire 所以你可以看很远 不管是你的车后面的乘客 还是你是司机的话 这个感觉我觉得 留着跑长途的时候 是很爽一下的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就讲到这个steering 这个steering其实是 我比较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啦 就是这个steering呢 它是一个电子的助力方向盘 跟这个HILAS跟Fortuner 它们相比的话呢 它是比较轻的 辅助力道是比较轻的 当你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个steering 它这个辅助力道太大了 所以导致它没有什么路感 可是给我的话 我虽然自己也是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解释的过去的 因为这辆车很多情况下 它主打的是一个越野嘛 如果你在越野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太重的话 就会造成一定的阻力 就像你可能卡住的时候 你要转方向盘 你就要很大的力气转 但是如果它的辅助力道很大的话 这样呢 你整个转向的动作 就会轻松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原厂考虑到的点啦 不过我平常开的话 steering的辅助力道 我是开这个Sport模式下的 OK 大家可以再体验一下这个隔音啊 现在雨是越下越大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听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我要给它沾的地方啦 OK 那么 我们之前有做过了很多次 这个试驾的部分 都是以越野为主 包括我之前在中国有做过 PACO 也有做过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 以一个市区驾驶为主的感受啦 呃 我其实很愿意去相信啦 那300多个坦克车车 其实真正去Opilot的可能就那10多20% 大部分的应该都还是市区驾驶为主 那么市区驾驶的话 这辆车的这个比较轻的steering 确实也是有比较帮助啦 虽然讲路感不是很好 可是 你在那种小巷弄里面转来转去 它会让这辆车感觉很灵活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悬吊 这个悬吊是真的舒适 我又要讲Fortuner 跟这个D Max 了啦 我之前驾驶这两辆车的时候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它们的Suspension啦 整个很跳很摇做起来很不舒服 但是这一辆车呢 如果你真的去走那种不平的路况的时候 它的那个悬吊在吸收那个震动的时候 它会吸收很干净 一下两下楼之后就没有了 不过咧如果是讲 你是走那种减速带就是一条一条的黄线 它的那个震动反规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是我觉得Leader Frame 的车子都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之前我开下来这个车的平均以后大概是9km per liter左右啦 不算省油 是油有一点点 但是以这样子的车来讲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辆车我稍微有一点要吐槽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变速箱啦 因为它的变速箱我该有讲到它很激进对不对 但是它在可能二档三档的时候的切换会比较慢一点 那么除了这个小缺点之外呢 这辆车开起来如果是讲以这个Leader Frame SUV 来做一个评价的话它不差 它真的不差 反而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咧这辆车有一个点是我必须也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刚才有讲到的就是这个Lang Keeping 其实很烦一下 尤其是你每一次开关车过后它都会自动 Start 推 所以我是希望那个 OTA 快点更新啦 因为其实我自己开到也不是很爽 然后车主开到也不是很爽 如果有这个更新会更好啦 那么除此之外这辆车四驱驾驶 我只可以讲是超乎我的预期 够灵活动力也足够 然后可能就是油耗没有那么漂亮而已啦 这辆车我开了一个礼拜 满分十分我会给它8分 很高的评价 因为我是真的还蛮喜欢一下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我对坦克300的试驾感受 四驱驾驶它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的讲 不是大G买不起只是坦克更有性价比 可是其实坦克300跟大G 完全都是瞄准不同消费者的东西来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们根本就不是同级对手 我觉得坦克300在马来西亚卖得那么的好 可能就是因为它已经满足了大部分消费者的综合需求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坦克300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坦克300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还有如果你想看坦克300改装版的话 也留言给我们知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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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